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中兴遭美国封杀后 华为又被美国政府传唤 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兴遭制裁时表示 在又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短冰箱街中 中兴不幸成为靶心 美国商务部为惩罚中兴几年前 违反对伊朗的制裁令 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销售零部件 禁止期为7年 当时美国就对中兴表示 如果中兴拒绝执行对伊朗的制裁 将自负后果 而本周美国果然说到做到 对中兴下手了 击中了中兴的痛楚 没有了美国的零部件 将会导致中兴丢掉订单 同时错过运货期限等一系列问题 根据投资银行杰弗瑞的估计 2018年以及2019年 中兴的销售额将受其影响 分别下降13.5%和7.6% 加入制裁中兴的不只是美国一个国家 英国在16号也对那些与中兴公司 有商业活动的英国公司发出了警告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英国网络安全部门 已经把中兴纳入黑名单 虽然美英对中兴的惩罚与不信任各自有因 但这样的一些事件凸显了西方对中国通信巨头越来越不信任 中美明面上争执的焦点在于 美国指责中国迫使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 与中国公司绑架在一起 给中国公司抄袭和盗窃美国公司的设计理念提供方便 当然中兴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西方打击的中国科技公司 中国的另外一家技术通信公司华为 也曾经被禁止在美国出售它新款的智能手机 昨天有消息称 美国商务部已经向中国通信设备的巨头华为 发出了行政传唤 要求华为提供过去五年向朝鲜 伊朗 叙利亚 古巴和苏丹出口的全部信息 配合有关美国对通信技术出口限制的调查 对此 华为相关人士4月18号表示 这是一个假消息 华为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调查 事实上2016年6月 美国商务部曾经向华为发出了传票 要求华为递交有关将美国技术出口或再出口 至古巴 伊朗 朝鲜 苏丹和叙利亚的所有信息 这张传票是一项调查的一部分 而该调查旨在确认华为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出口限制 纽约时报2016年的6月在报道中明确 华为并没有被指控有任何违法的行为 关于这项调查最终的结果外界不甚清晰 不过美国商务部方面也没有据此向华为发布任何处罚的措施 华为方面也不愿意对此进一步的置评 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一致投票 支持推进一项计划 防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 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 该决定直接针对电信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 以及他的主要中国竞争对手中芯通讯 传达了美国政府不信任他们的信息 此外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新加坡博通 曾经寻求并购竞争对手高通而受阻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跟华为有关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 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理由否定这笔收购 原因是外投委认为如果批准这宗收购 华为和其他中国电信公司可能会取代高通 成为开发即将推出的5G无线标准的引领者 从而实现更快速更高容的无线网络 实际上这场短兵相接的癥结在于 西方国家怀疑中国公司在西方市场充当了中国政府的耳目 特别是通讯技术公司 综上所述 窃取技术和利用通讯设备从事情报活动 是美国对中国通讯公司频频出手惩罚的主要原因 当然 中国在通讯技术 尤其是未来的5G市场 显示了领先潜力 更是西方的一大忧虑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